在台海的问题呢 美国跟澳洲到底为何如此的关注呢 我们来看到呢 大陆的战机跟军舰啊 最近是蛮多动作的 台海的局势呢 又再次的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麦马斯特 他认为呢 台湾正处于极限危险的时刻 他还点出了一个 北京攻打台湾的关键日期都曝光了 第一个日期呢是北京冬奥 在2022年的2月份 还有呢就是在中共的20大 2022年的10月份 那事实上呢 美军的将领最近的确是不断的提到 大陆对台的军事行动 迫在眉睫 只是呢刚上任的 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 他认为呢 大陆并吞台湾是迫在眉睫的 那前美军印太司令Devison 他在今年3月呢 在美国的国会听证会当中 他也提出了这么一个论点 大陆攻台会在未来的6年内发生 另外呢包含了9位派驻在亚欧 非拉丁美洲等等的四星将领 居然还集体要求说要机密情报 来解密中俄情资有害行为 来方便他们指挥应对 只是呢为什么两岸的问题呢 澳洲也如此的关心呢 美国驻澳洲的代理大使高德曼他就说 美国跟澳洲之间针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进行战略规划 对此呢大陆解放军少将金一南相当的不满就呛瞎 澳洲有本事就到第一线到最前线来试试看 金一南表示呢大陆根本不必在意澳洲会不会介入台海问题 不用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 难不成大陆完成两岸统一大业还要看澳洲的脸色吗 澳洲不要再做梦了 他们根本没那么强大也没有这么厉害 同时呢他也强调说 大陆不会发出威胁而是会让澳洲好自为之 让他们了解到如果说澳洲真的敢走到第一线来 那绝对是占不了任何便宜的 澳洲的国防部长啊非常的关切 这个台海危机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澳洲内政部的秘书长也说战鼓已经响起 而且还说呢随时准备出征 那么再加上呢先前啊 澳洲不是撤销了一带一路的协议吗 种种干涉大陆内政的行为 也让大陆的外交部相当的不满 今天甚至说了一句蛮狠的话 他唱澳洲呢根本是自己得了病 还要别人吃药 当前中澳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 根源在于澳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对中国采取贸易歧视性做法 而挑起的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澳方声称中方破坏规则 但自己却悍然撕毁中澳间的合作协议 肆意破坏两国正常的交流合作 澳方自己得了病 却要让别人吃药 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美国的国防部呢 在4月26号也宣布了批准呢 洛克西的马丁公司 修改了一项价值1.38亿美元的合约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允许为台湾提供F-16战机的 改良型AGM88飞弹 预计在明年9月底前完成作业 那么军事媒体报导呢 这一项合约是获得了五角大厦的允许 修改对台军售的合约 那么会用于开发及部署 自动地面防撞系统 以及AGM88飞弹的能力 也会提升雷达软体的成熟度 与敌我的辨识技术 那么相关的工作呢 会在美国德州的沃斯堡 以及台湾来进行 那么这款AGM的88空射反辐射飞弹呢 是属于中程的空对地导弹 被设计用来打击敌方的防空系统 能够攻击各式无线电的讯号来源 大陆解放军持续的强化军力 美国日本好几次提到了台海安全问题 那么国安局长陈明通呢 在立法院也表示说 我们没有那么孤单 陈明通说呢 日本首相菅义伟回答质询的时候 日本自卫队不会插手台海问题 那么这是大陆方面在认知的解读 陈明通认为 日本不可能完全不管台海局势 那么到底美中台局势如何变化 请您持续锁定每天的全球大视野